第九十四季奧斯卡頒獎典禮盛大登場 電影《王者理查中》的威爾史密斯 登上影帝寶座 這也是他生涯第一座小驚人 奧斯卡欠他一座小驚人 如今威爾史密斯以《王者理查中》 誓言網壇名將大小威廉斯的父親摘下影帝 哽咽大談從影的艱辛之路 但獲獎前才爆出緊張插曲 威爾史密斯不滿頒獎人調侃他老婆的髮型 暴衝上台揍人跟在台下大飆髒話 全場氣氛凝結 美國轉播也整段消音處理 威爾史密斯後來也為自己的衝動行為道歉 至於影后大獎一如預期 由神聖電視台中的傑西卡·赫斯坦 抱回小驚人 而看到頒獎人尹汝珍 現場秀了段手語 就知道最佳男配角獎由奧斯卡首位聽障男演員 特洛伊·科特蘇爾以《月動新旋律》中的角色拿下 《月動新旋律》也抱回最佳影片跟改編劇本 跟摘下六項技術類大獎的沙丘同屬最大贏家 這次寫下記錄的還有31歲的亞利安娜·戴博賽 成為首位公開出櫃的非白人女性 榮獲奧斯卡演技類獎項 犬山技導演曾康平也成為奧斯卡史上第三位女性 獲得最佳導演獎 改編自村上春樹同名小說的日本電影《在車上》 一路過關斬將 最終也拿下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 另外本屆頒獎典禮中 全場一度靜默30秒 為深陷戰火的烏克蘭線上敬意 留人好兵